今天最新震撼 宾州海底隧道计划案件真相大白 Berties公司站出来澄清了 快看 这次马华民正这般正棍狠狠被打脸了 支持林首长请把真相大大力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 最新消息 槟城海底隧道计划事件真相大白 快看 Berties公司 前称Var Holdings Land 澄清 我们现在已经不只是做服装业了 Berties公司称指认购Zemith股份 没参与海底隧道计划 吉隆坡 16日讯 Berties The World 前称Var Holdings Land 今日澄清 该公司并没有参与槟城海底隧道计划的建设 只是最近向主要承包商Consultium Lameth 认购了13.2%的股份 该公司在文告中指出 该公司是在2016年期间开始投入建筑业 目前是一个以时尚及建筑为主的上市公司 文告说 该公司在去年11月22日召开的特别股东大会上 提出了多个提案 获得股东们一致同意 而其中一项提案就是向Consultium Lameth 认购13.2%的股份 早前马华属里总会长拿都司令为加强揭露 指价值63亿令吉宾城海底隧道计划 竟然有一家本地小型服装公司 Var Holdings Land 参与建设 要求宾州政府予以解释 林冠英 中 说 城建两岸三通一个槟城计划的公司是一家中国工程公司 作为洪永泰 又为林峰城 林冠英 不清楚承包商私人交易服装公司投资非参与建设 宾州首长林冠英随后以财政部 机构 构下一项发展计划公司的51%股权为例 城清服装公司拥有两岸三通一 宾城城包商公司股份是投资 不代表要建海底隧道 针对马华属里总会长拿都司令为加强博士 指本地某服装公司参与建设 宾城海底隧道工程 宾州首席部长林冠英反问 难道财政部在敦拉萨国际贸易中心 收购51%股权要兴建吉隆坡标志塔 就代表该部要做发展商建塔 那是投资 林冠英是回应 魏家祥指本地一家服装公司参与建设 宾城海底隧道工程 而非当初所承诺有两家经验丰富和资本 充裕的建筑公司负责成建 为加强市指特殊项目公司SPV 在2013年出货班耗资63亿令吉 包括海底隧道及三条大道的两岸三通 一个槟城计划工程 最近京科队发现 SPV股东中已没有中国建筑公司 反而看到名为花石庄 Var 以更名为Vertice 的本地小型服装公司为SPV股东 SPV令约39%的股权则由受委托人拥有 林冠英在记者会上说 他不很清楚这私人交易 这交易与州政府无关 应由工程承包商Consultium Xamath 私人公司出面解释 不过签署该合约的除了Xamath 还包括中国铁剑 CRCC 他指中国铁剑城建了世界上海拔最高级线路最长 通往西藏的高原铁路 是全球最大建设集团之一 他们在合约中一担保将完成这工程 魏家强经常到中国 相信也了解中国建筑公司 包括中国铁剑 应该知道其能力 好心摊了 别假装不懂 强调中国公司承建工程 林冠英强调 承建两岸三通一个 宾城计划的公司 是一家中国工程公司 他也是出一张 One Xamath 有线公司副主席拿督 由瑞庆 Xamath 集团主席拿督 在鲁阿末 中国驻滨总领事 吴俊及他本身出席 签署合约现场的合照 质问国阵 为何只提到他与两位 被反贪会调查的拿督在一起 却对同样在场的吴俊之字不提 依国际标准公开招标 他提到 这计划是公开招标 所有程序都依据国际标准 出席者包括兵行政议员林峰城 兵州交通大蓝图特殊项目公司首席工程师拿督 永泰等 7.5万和50万拨款哪个大 碰 魏嘉强借隧道按模糊焦点 请魏嘉强告诉我 7.5万5千令吉和50万令吉到底哪个大 宾州首席部长林冠英 今日在记者会上说 马华属里总会长拿督斯立魏嘉强博士 挑起槟城海底隧道是由服装公司成建的课题 是基于他提出柔佛亚一弹区 魏嘉强的国会选区 永平独中缺乏拨款的课题 魏嘉强要借此模糊焦点 魏嘉强别自我矮化妆不懂事 企图以此来转移视线 马华发出的声明证明了 他们一年只给该校7万5千令吉 他说 宾州政府去年拨款250万令吉 宇州内无所独中 即每间独中可获得50万令吉拨款 然而柔佛亚一弹区国会内唯一一所独中 却只获得75000令吉 马上转发 按钓 пять magical 符 金 马上转发